我们在说过世界,时间久啊,久到什么程度,无量节又无量节,无量节各无量节,我们在六到六个轮回来,时间太长了。 生生世世,跟这些众生有恩有怨,所以怨怨相报,没完没了啊,你为什么不能去? 牵挂家庭眷属。家庭眷属是你的亲人,家庭眷属也是你的魔障。 为什么?他不让你去往生。他还让你继续搞轮回,还叫你搞三我道。 你没有把他看破,你还要黏着不肯放下。 亲情要放下,财产要放下,田地位要放下,地位要放下。 怨恨要放下,一样都要放下,你才能去啊。 有一桩放不下,就把你缠住了。 啊,就好像一根绳子们的帮助。 你跑不掉了。 那我们要知道,我们这个身上多少根绳子, 数不清啊。 啊,这放不下,全是障碍啊。 我年轻的时候,刚刚接触佛王。 啊,遇到张家大死。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,佛门里头,有没有一个方法,让我们很快成就。 。 其如佛经界。 大死告诉我六个字。 有啊,有啊,有啊,看得破,放得下,就如佛经界。 啊,看破是什么? 真正明白了。 这就要看破了。 。 明白之后,你才会知道哪些该放下,哪些不该放下。 。 对大臣来说,统统要放下。 一样放不下,就不能成就。 。 对净土来讲呢,一切要放下。 只要执着一句阿弥陀佛。 。 这个不能放下。 啊, 净土成就是分两段。 第一段,要到极乐世界。 要支持明后。 彌陀佛经常讲的。 支持支主,持持保持,不能失掉。 啊,就明后。 阿弥陀佛,坚定的支主。 其他的,统统不支主,都放下。 啊, 成就呢,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 亲近阿弥陀佛。 这第一个阶段。 第二个阶段,在极乐世界,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会。 决定成佛。 所以,他把成佛分作两段。 除这个法门之外, 没有分成阶段。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 啊, 那么其他的法门, 那, 真的。 啊, 烦恼稀奇太深了。 从哪里放弃? 啊, 从支主。 大小陈都讲。 首先, 放下, 见乎。 就是我们错误的看法。 错误的看法。 错误的看法里头一个是身体。 身体生活错了。 根本错了。 。 佛告诉我们, 身体不生活。 执着身体生活的人, 放不下。 放不下这个身体。 身体。 身体。 刹那生灭了。 怎么会是你呢? 啊, 佛告诉我们, 我是不生不明。 我在哪里啊? 我在这个身体里头。 身体不是我。 啊, 身体是我所有的。 好像衣服。 衣服不是我。 这是我所有的。 啊, 血身瘦身, 就像换衣服一样。 身体老了, 摔了, 不好用了, 换一个。 秀的不要了, 换个新的。 六道轮回, 就这么会死去看。 啊。